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去大阪跨年的時候的戰利品 其實我這次真的幾乎沒有買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隨著年紀的增長 我的購物欲就一直在下降 以前我很喜歡買東西逛街什麼的 但是現在因為如果follow我一陣子的人應該會知道 我還蠻喜歡收集經典款的一些精品 那我就會覺得與其花錢買一些我之後 可能用一兩隻就不想用的東西 那不如省下來買一個我會想要用很久很久 而且就是收集到會有一種成就感的東西 所以呢去大阪的時候去新災橋啊 一些逛街的地方的時候完全一點點想買的衝動都沒有 而且那邊幾乎都是衣服嘛 那我就會覺得我在這邊買的衣服 回台灣基本上我不會穿 因為很熱 然後這邊都是那種比較厚的毛衣啊什麼的 回台灣的話如果我真的想要買 其實去ZARA然後 Uniqlo什麼的 也都找得到基本上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真的是完全不想買東西 那我這次買的是什麼呢 其實這一大袋啊 主要的東西是幫我爸買的 這是一個茶具組 那我們就從爸爸的東西來好了 應該算媽媽啦 因為我之前有買一個sake的那種喝燒酒的組給我爸爸了 所以這次的這個 欸這叫什麼啊 泡茶的茶具組 是我媽媽說她想要的 有點重 這是我去清水寺的時候 然後它那邊如果你們有看我的Vlog 你們就會看到它其實是有一個 像是商店街的地方 然後那邊有賣蠻多陶瓷的器具什麼 我很喜歡 你知道嗎 我看到一堆服飾店的時候 完全沒有很high的感覺 可是我看到那些陶瓷的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 我整個瘋狂欸 我每個都好想買 我覺得每個都好漂亮喔 好 那我們就 欸我是不是有點太白了 好 欸咻 我們就先來看這一個 來 它有包裝包起來 打開囉 打開之後是長這樣 看到嗎 我怕它掉下去 好 然後呢 拿起來給你們看 它就是有 五個杯子 跟一個泡茶的 那杯子的話是長這樣 是不是超美 它就是一個很優雅的設計 裡面是藍色的 然後外面就是 外面這個應該是金 呃 我確實是 我是去清水寺 所以這個應該是清水寺吧 就是超級漂亮 我覺得還蠻精緻的 泡茶的 泡茶的是長這樣 它黏起來了耶 那之後還要 坐飛機把它帶回去 有點怕它壞掉 等一下要包好 噔噔 泡茶的是長這樣 欸有看到它嗎 也是很美 好 然後裡面有一個像濾心的東西 就是把茶葉放在這裡 然後放進去沖 那它也有一個蓋子 蓋子在這邊 所以蓋起來的時候就會變這樣 是不是超美 這邊有一個鍋吧 而且你們知道嗎 這一組這樣子 只要 四千多塊日幣 等於大概是一兩千塊台幣 我覺得 以它的精緻程度 還有它的設計 很超值 它的Sake組 我會把照片放在這邊 它那個Sake組才一千 兩千多日幣吧 我沒記錯的話 反正也是超便宜 我覺得 大家如果有去 然後想要買伴手禮 給可能爸爸媽媽 之類的 親戚朋友 那個真的超棒 很適合 而且是實用的東西 前提是如果還有在泡茶 或喝少酒啦 好 我在京都買的東西 還有兩個 御手類的東西 我買的御手不見了耶 難怪我最近這麼衰 好吧 那我就先拆這一個 這一個的話 是我去福建道合神社買的 它不是御手 它就是一個吊飾 是一個狐狸 因為福建... 因為福建道合神社 是在拜狐狸的 這個吊飾基本上還 蠻有紀念性的 我買了也沒有真的要吊在哪啦 就只是想要當一個紀念 這樣 在我去過那地方 那種感覺 那同時 我在京都買的東西 還有... 一堆茶 我真的覺得我越來越像老人了 我看到茶就會好興奮喔 就是每種都好想喝喝看 如果...也是 如果你有follow我很久 你會知道我超愛喝茶嘛 那... 這次... 我去... 我的vlog也有拍到說我沒有 去... 十粒... 抹茶... 喝抹茶 但... 我覺得沒有很好喝 很貴 然後又... 還好... 可能... 它的冷飲會好一點嘛 但... 我們就想說就是要點傳統一點的抹茶 結果上來就... 我們大家都一邊吃一邊無言 所以呢... 如果你們有去那邊的話 建議不要點跟我們一樣的東西 我們點了什麼的話 你們就按這邊去vlog看看囉 那... 呃... 在樓下的一些賣紀念品的地方 我們就買了一些茶 首先是這一個 這一個是green tea 就是綠茶green tea 然後... 它是... 我不知道它裡面長怎樣 其實... 我還沒開過 然後下一個是... 很可愛的東西 這一個 登登 這裡是五種不同口味的茶包 一個都只有八克 所以大概只能泡一次 但它就是可以給你一次體驗到不同口味 嗯... 它有... 福吉茶 然後... 玄米茶 大福茶 這是什麼 Gabuse茶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然後... 玉露應該就是類似... 類似綠茶的東西 那... 這個我是想帶回去跟家人一起喝啦 就是... 我們家家人也都蠻喜歡喝茶的 所以我想說 我們可以... 一起喝不同口 就可能一個人喝一口這樣 就體驗一下不同的茶 一起品茶 然後... 接下來是一個我覺得很酷的東西 叫做... 櫻茶 就是櫻花的茶耶 我覺得... 超級酷的 因為我一直都很喜歡櫻花相關的東西 像什麼櫻花酒啊之類的 我第一次看到櫻茶 所以我就覺得... 一定要買回來看看的啊 感覺就是... 酸酸甜甜之類的 欸... 打開了 看一下 好像就是一個茶包耶 喔... 它長這樣子 看到嗎 這個... 這個到底要怎麼泡啊 很像醃製品耶 我再來研究一下 應該就是... 我記得它是說就是加水而已 嗯... 應該就是... 酸酸... 酸酸甜甜的吧 我之後... 泡的時候再發在IG上跟你們分享 好 那最後一個吃的是這個 其實被我拆開過了 這個 魚汁抹茶的千層... 像千層蛋糕的東西 是Pablo的 我以為台灣還有 沒想到台灣的已經徹...徹點了 就是... 蠻可惜的 他們... 起司蛋糕 餐糖的起司蛋糖 起司蛋糕 還蠻好吃的 那這個的話我真的覺得還好 我吃了有失望 我拿給你們看它長怎樣 它裡面是長這個樣子 因為我已經吃過一次了 然後呢... 看到嗎? 我旁邊有... 側面就是長這樣 看到吧? 它的抹茶沒有很香 而且有一種奶粉味 就是它上面的那個粉 是像小baby在喝的奶粉 總而言之呢 整體我吃起來沒有很喜歡 所以如果你沒有來 可能擠著好朋友一起分一分吃吃看 是味道還不錯 可是...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要一個人吃 我真的就沒有很建議 最後一個很酷的東西我漏掉了 你們猜是什麼 好算了我直接說好了 就是這個 這個是抹茶的護唇膏 超酷的 這個如果你要送人感覺就很適合啊 酷到爆炸 從來沒有看過抹茶口味的護唇膏 喔!它裡面長這樣耶 好美喔 裡面長這個樣子 然後... 是有雕刻的耶 欸!好喜歡這個 應該多買幾條的 打開呢 看到嗎? 綠綠的 淡淡的綠色 真的喔! 微微抹茶香耶 欸!我好喜歡這個喔! 我應該多買幾條的 這個就算用完了 還是可以當裝飾的 這個好美 它的使用期限 它的使用期限蠻短的耶 直到2017年的10月 現在已經1月了 欸!我找到我的御手了啦 我剛剛把它混在一些東西裡面 這個御手是我在 金閣寺買的 金閣寺 然後它很漂亮 它長這樣子 看到嗎? 它們的刺繡超美 它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薄荷綠 我超級喜歡它的顏色 然後整個就是很華麗 我是買 會幸運的御手 就是趕走 厄運 然後 它寫就是good luck 我不知道 要怎麼形容 反正就是會幸運 我想說買一些什麼 呃... 學業順利啊 什麼 交通 安全之類的 就倒不如買 直接買一個會幸運 有沒有 就各種事都幸運 然後 最主要其實就是因為它的 那個顏色 我太喜歡了 在考慮要不要把它別在我的 書包上之類的 這樣會不會比較幸運啊 只是 別了的話 它就會髒掉欸 有點兩難 讓我再考慮一下 基本上 買的東西就差不多這樣 最後是在 Universal Studios買的 第一個就是這個啦 噔噔 小小兵的 泡麵 這個呢 是 日清的 Cup Ramen 它只有寫 Cupman 就是 那個 海鮮口味的 這裡 Seafood Flavor 然後 我看一下它有沒有寫什麼 好像就沒寫什麼 它很酷欸 它是裡面那個魚板 有小小兵的形狀 打開 啊 被我拆壞了 它裡面有四包這個 你看 總共有四個杯麵 那它就是長這樣 噔噔 蠻可愛的 然後 它的 它的裡面是 喔 你看 它這裡有畫 你看它這裡有畫 它裡面的魚板 一塊一塊的魚板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其他的部分就是 一般 非常一般的泡麵 我朋友已經吃了 他說 還不錯吃 就是泡麵 這樣 泡麵應該沒有難吃的吧 好 然後 第二個 東西是 其實我原本 也想說 我在Universal Studios 也什麼都不要買好了 畢竟 真的沒有什麼吸引我 特別想要讓我買 但又想一想 我怕我之後會後悔 所以 就還是買了一些東西 喔然後這個 我覺得算是它紀念品面 比較便宜的 這四個杯麵 大概 我記得是1500塊日幣左右 比起其它動輒 兩三千塊日幣的一些餅乾 什麼 我覺得這個還蠻超值的 就是蠻特別的啊 然後 裡面有四個 你可以分送朋友 什麼的 那第二個 在Universal Studios 買的東西 是這個 它是一個 小小冰的 糖果 我會買它 不是因為我想要吃糖果 是因為我想要這一支 可愛的小小冰 那它裡面的糖果是 嗯 Banana Milk Candy 香蕉牛奶口味的 我覺得很怪 我原本以為是檸檬 因為我想說黃色 沒想要買完之後 才發現是香蕉牛奶 然後我還沒吃 我朋友吃了 他說 不難吃 但口感很奇妙 嗯 我就 因為我不喜歡吃糖嘛 我應該就會拿去分給 朋友 或是家裡的弟弟妹妹之類的 然後 我來打開給你們看 大家應該知道 Universal Studios的 小小冰爆米花很紅 就是大家都會去買一個 一桶可以掛在身上的 爆米花 但我覺得 我沒有很喜歡吃爆米花 然後 那一個那麼大 然後那個杯帶又 很愛室 所以 如果想要真的是 為了當紀念品的話 我比較推薦買這個 因為它小小一支 蠻可愛的 然後又沒有那個愛室的杯帶 畢竟你買了那個爆米花 我覺得回去之後 你應該就是 擺在那邊當裝飾 應該不會 真的背著它在出門 所以 嗯 我是比較 傾向於買這種可愛的 然後又 不算太貴的 小 它算娃娃嗎 小吊飾 小飾 小飾品 好然後 它長這樣 是不是超可愛 好 旁邊 有一個 這邊 開口在這裡 我們來打開它 喔 打開了 登登 糖果在這 糖果長這樣子 這是香蕉牛奶口味的糖果 我覺得它好可愛喔 真的太可愛了 買它我覺得是買對了 它好像是2700塊日幣吧 如果我沒有記錯 超可愛耶 我好喜歡它喔 沒有拆開不知道它怎麼可愛 好 太棒了太棒了 我覺得這次我做最明確的選擇 還好我有買 環顧四周 嗯 沒有了 我就真的只買這些東西 以上就是我這次的 大阪跨年的 大阪跨年的 炸地瓶分享 那就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給我一個讚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有空的話呢 也歡迎到我的blog Facebook Instagram 上面逛逛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 啊對 然後呢 我去京都奈良大阪 這三個地方 我都有用blog 記錄下來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點上面的資訊卡 去看看囉 那就這樣 掰掰 掰掰